欸 好害羞喔 很久沒有被這樣 調裝 你剛剛賺的什麼 等一下 我們會選出一個中獎的 就送你 平常愛吃薯條的 你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一個 國際薯條日嗎 就是今天 7月13號就是我們的 國際薯條日 今天呢製作單位很用心 幫我們準備了 各家有民宿食店的薯條 要來考考我們 能不能吃得出哪一家 是哪一家 我是愛吃炸物之人 我跟你講我也超愛吃薯條 用成盲測 所以你眼睛先閉起來 好 我盲測你 因為你今天有說 你自己是薯條小煎冰 所以 薯條督茶 好 薯條督茶 所以基本上不容犯錯 OK 啊 壓力好大 不容犯錯 好 欸 我真的看不到 這種情緒演照 這一個好了 先這一個 欸 好害羞喔 很久沒有被這樣調裝 不要 你給我健康思想 我跟你講 這家薯條味 怎麼樣 好吃嗎 這樣馬鈴薯的味道很重 我等一下再講 好 所以你這個吃完了 可以了對不對 好 可以了 什麼意思啦 第幾隻 有沒有小孩遊戲 那不然你再點一次 我猜猜看 右手的 中指 我其實還是手指魔人 你手指小煎冰 平常不愧是常常接受 一件手指的學年 手指道王 好 第二條我就拿這個給你 好 我跟你講 我知道 我根本沒有很愛吃家薯條 為什麼 我一直都知道了 第三家 來 小媽媽 什麼意思啊 欸 我覺得好好玩喔 太簡單了 這是my best friend啊 喔 好 我家樓下就有一家好不好 第四個 欸 等一下 美女人 什麼意思 我今天請的正做的職 說跟第一家重複 好 這才是新的嘛 不然你可以也好嗎 有波浪非常明顯 市面上有波浪的薯條 已經很少了 所以你要公布大家了嗎 好 一號摩斯 二號肯德基 三號麥當勞 四號我有點猶疑是 漢堡王還是德州炸基 選一個 好 我覺得 就是還是要 一次作單位辦事的程度 就是效率的話 我覺得他們沒有辦法買到德州炸基 我覺得四號可以給漢堡王 因為漢堡王就在新衣衛售就有 然後我們公司零新衣衛售很近 所以你其實這是邏輯判斷 不是畏決判斷 太脫了嗎 等一下 這樣時髦嗎 會不會有丘克的感覺 第四號是漢堡王嗎 對啊 第四號是德州炸基好不 所以我是對的前面 你這個是第四個錯了 其他是對的 所以我翻到吃到摩斯跟 肯德基 我跟你講 肯德基的調味真的很糟 你覺得哪個最好吃 其實我喜歡吃摩斯 我發現第一名是來的 麥當勞 Of course 好 我們來試試看不同的沾醬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有很多獨門吃法 像我就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他都是番茄醬加糖 這很多人都不獨門了 我列有一個很多人沒有聽過 就是一定要沾冰淇淋 嗯 一定要 真的有欸 冰馬上 大家看一下 好好吃喔 反正我現在先試試看 因為我沒有吃過這種吃飯 這是至今我覺得做最開心一集 你有沒有覺得 搭對不對 這什麼醬 等一下我們現場 現場準備什麼醬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先吃吃看這個 那我要拿這個 德州炸雞的薯條 你剛剛 你剛剛占了什麼 等一下 這甜麵醬嗎 是甜麵醬嗎 給我們答案 蠻臭的欸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欸 你先拿看 好鹹好酸喔 喔 牛排醬 但是它在牛排上面很好吃欸 它好酸喔 1到10分給一個分數 3 3 我給5分 這幾個 我先沾Tabasco我的愛啦 它怎麼樣都好吃 你怎麼知道那Tabasco啊 我炒的時候大王 讚 很好吃欸 Tabasco我跟你講 不搭 你先不要吵鬧 Tabasco配什麼都可以 布丁 布丁好像不行欸 鹹食 鹹食都可以 我一定想到一個鹹食是不搭的 不可能你鹹食就是百搭 它就是基本款 你就是白T 它就是白T 真的嗎 它就是料理界的白T 料理界白T Tabasco 好我們現在接下來 它應該就是那個吧 泰國的那個 對對對 茶辣醬 斯拉叉 斯拉叉 它叫斯拉叉對不對 這裡沒有太國人啦 不要逼大家 目前第一名 真的對不對 它寫說適用於雞 蝦 魚 蟹 墨 魚 扇 肥 以及海鮮 各種海鮮 沒有 它小看自己了 它小看自己了啦 它上面寫適用於薯條 那我問你喔 你如果跟人家去約會 然後那個人吃薯條 它怎麼樣你會無法接受嗎 我覺得它如果 來回嚕我就會覺得多了 來回嚕是什麼意思 就是含那個薯條 不會有人這樣吃好不好 會吧 有點想把那個鹽抿掉什麼的 沒有 這種你在亂講 這個是什麼呢 打油膏嗎 No 巧克力 巧克力 嗯 還行啦 蠻好吃的 巧克力可以喔 吃這一罐 喔 這個就是炒粉都要加的啊 再來就是最多人會吃的 番茄醬 你以為只有醬嗎 但是他們說什麼 要加 胡椒粉 這OK啊 有人說這兩個味道合起來 就像牛排醬的味道 沒有沒有 這兩個合起來就是像玉米樓它味道 沒有 我懂喔 有一點喔 因為番茄醬是酸酸的 然後胡椒粉是有點辣辣的 然後這個就是有點那個概念 好 番茄醬和胡椒粉過關 這個沒什麼好問題的啊 這是什麼 打油膏 喔這打油膏很好吃欸 喔 骨甲腕很好吃欸 是骨甲腕欸 就是不會出錯的 我沒有單吃過醬油膏 所以我現在這樣吃 我覺得骨甲腕的醬油膏很好吃欸 那你現在可以單吃啊 整罐給你啊 OK我就一領而進囉 可以啊來乾 還是我乾這個 Cheers 就這樣 薯條日快樂 我這邊是Shot欸 好你喝你喝 你喝好不好你喝 先跟大家乾了 好 你喝我給你一百塊 我這會食到灼傷吧 最後一個我跟妳講 這個 我已經知道它是什麼了 哇沙比 I can't I can't 我跟妳講還是 還是要哇沙比加醬油膏 超硬的欸 當生魚片 我先單吃好了 好好吃喔 好不好吃 好吃 好搭喔 哇沙比好搭喔 哇沙比完全可以 那當然要考慮了 嗯 好高級的味道 我先來吃 完全 黑鮪魚都被比下去了 啊就它 喔對嘛 我就說這種是那種高的那一種 欸其實很好吃 很好吃 我剛剛 今天第一名出現了 因為我意想不到 這個完全可以雁客菜 雁客 就家裡有客人來送 你就把一大盤薯條 然後配哇沙比跟醬油膏 大家會嚇到太好吃了 欸很好吃喔 加完醬油以後 它的高級度有提升 對我跟你講 因為你單吃這個 你就會覺得說 喔還蠻好吃的 但你一加這個 這個東西 頓時變成什麼 Colo desu 欸超高級耶 第一名的話 我覺得是這兩個 對 因為它立刻把薯條 變成一份一千三 真的 我就說這是雁客菜 第二名我在考慮要給 冰蒜芳還是 甜雞醬 甜雞 我要給甜雞 甜雞 第三名冰蒜芳 我們剛剛自主人跟我們講說 因為我們真的太大力的說 醬油膏配哇沙比太好吃 所以今天你們可以留言 你們的怪異吃法 我們會選出一個中獎者 就送你 Tolo 的醬 我們就有一個這個優惠組送給大家 新的啦 新的新的 我們不會那麼沒水準拿開的好嗎 我們會拿新的 有兩個人一定要看這一集 什麼意思 在冰華酒店跟中泡沙拉花市 這一道薯條 沾醬油膏跟哇沙比 一定要請你們放進你們的雁客菜 好啦我下次結婚 我就放這道菜 好啦你要放喔 你絕對要放這個跟這個 然後 太好吃了 國際薯條就快樂 訂閱沙比高溫的頻道 記得還有今天在下方要留言 就可以抽獎我們醬油膏跟哇沙比的 絕美組合 這真的很不錯 最後一次 精華酒店 阿花市 好啦拜託 記得要訂閱 然後要開啟什麼 小鈴鐺 掰掰